接下来的这种题目 很多时候都是要用到我要各位记住的一件事情 叫做借值振动一次 产生一个全波 历史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波长 上下四个政府 他说我从A图变成B图是0.5秒 请问你 有些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 有些是要稍微转一下想一下 来 我们可以看到30公分是有1.5个波 所以一个波就是20公分 也就是波长是20公分 选项A是错的 那么0.5秒 从A图到B图0.5秒 多了两个波 0.5秒多两个波 就表示0.25秒一个波 一个波0.25秒 所以周期就是0.25秒 所以B的选项是错的 振动一次 产生一个全波 历史一个周期 两个全波就是两个周期 两个周期是0.5秒 一个周期就是0.25秒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那么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所以我的周期是四分之一 频率反过来就是4赫 所以呢选项C还是错的 选项C还是错的 这是利用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做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就波数 波数可以用频率乘以波长 可以用波长处理周期 我个人比较喜欢频率乘以波长 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储宝 我喜欢沉宝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沉的 那么一沉完之后就叫做 每秒80公分 所以选项猪是对的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猪儿 可以吗 OK吗 OK 振动一次产生一个全波 历史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波长 上下四个政府 所以现在从上图变到下图 就是假图变到乙图 是一秒钟 他多了几个波 然后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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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谁是对的 谁是对的 停车战界问 谁是对的 帅哥男 你们班有34吗 对新同学 334小老师大人 新同学起立 C C 有人说B你说C C请坐 第一个他的十公分是半个波长 所以一个波长是20公分 从假图到以图多了半个波 一秒钟多半个波 两秒钟多一个波 一个波是两秒 所以周期是两秒 周期两秒倒过来 频率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是0.5 然后呢 再用频率去乘以 那个波长 0.5乘以20 所以每秒是十公分 所以我们知道答案应该选的是C 你要确定每个选项 你都知道正确答案 而且答案怎么出来的 你要确定你每个选项的正确答案你都知道 你要知道怎么弄出来 好 再来 换一种 这是一个连续周期波的一段 给了你这个50公分 然后告诉你这是两秒钟产生的结果 两秒钟产生的结果 请问你 谁是错的 谁是错的 刚才是问对 现在问错的 来 你们班女生才太多不在了 7.7 你说什么 你选猪额 来 坡长这里有50公分 50公分几个坡 一个两个坡 所以一个坡25公分 对 然后这里总共有四个坡 四个坡是两秒钟 四个坡两秒钟 所以一个坡就是0.5秒 所以周期0.5 二分之一 频率导数就是2 那么频率乘以坡长叫坡数 所以2乘25是50 所以坡数是每秒50公分 所以周是错的 跟刚才一样 你要确定每个选项的正确答案 你都知道 都会算得出来 你要确定 这样才表示你真的能够了解这一题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讲的 原则上这些题目 用的想法就是我提示过的 我再说一次 震动一次 产生一个全坡 历史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坡长 上下四个政府 OK 有没有问题吗 没有